各位好 又是我李俊榮在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运动公社的频道 我说话基本上都是有根有据的 所以最好大家订阅频道 可以去念书Facebook那里 赞好专页 这次又是讲早谷域 现在是2022年1月16日香港时间晚上8点多 早谷域应该现在在墨尔本机场 或者已经离开了墨尔本机场 因为他今次司法复刻 被澳洲政府取消他签证的决定 是败诉 之前跟大家交代过 为什么上次他入境的时候 会被取消签证 后来他上诉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一个程序上的瑕疵 程序的瑕疵就是 当日那些入境的官员 就跟他说 你八点半前可以回应我们的质疑 但是不知为什么 未到八点钟 宣布他的签证 无效的判决下来 你本身说八点半前可以回应 然后未到八点就已经取消了他的签证 这个就是程序上有瑕疵 所以法庭就宣布当日决定 他的签证无效的判决 所以他之后那几天可以留在物业本备展 澳洲网球公开赛 之后就传出过很多消息 又说他其实在贝尔格莱德那里 确诊过之后又出席过公开活动 又没有戴口罩之类 又说他填入境申报的时候填错东西 他自己也是承认的这两件事 但是记住今次重新取消他签证的理由 和以上那两件事 入境申报的时候填错的资料 以及他之前确诊了 阳性了之后继续出正公开活动 而没有遵守社交距离的守则 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只要看看今次澳洲政府再次出招 取消早告役的签证法律的根据是什么 基本上这个法律根据就是来自于澳洲当地的 入境条例的133条C3 我这里挂了给大家看 简单来说就是移民局或移民部的部长 可以取消一个人的签证 只要他符合这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部长觉得他的签证 其实是跟116条里面的条文有所抵触 而且如果取消他的签证 是对公共利益有利的 那他就可以取消他的签证 记住A款和B款之间中间 不是恶化的 所以其实他这次取消早告役签证 就一定要在116条里找一些东西 就觉得早告役如果逗留在澳洲 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133条C3款之后 我们要看看116条说了什么 在法庭公诸于制的文件 我们就会知道 今次移民局局长他取消早告役签证 主要就是强调 权力就是依赖于刚才所说的133条C3款 刚才说的133条C3款 就要看回116条 他就说是跟116条的第一步 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他觉得早告役在澳洲逗留 就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就会对当地的健康、健康、安全 或者Good Order 带来危害 他才可以以这个为理由 取消早告役签证 好了 根据法庭上的文件 基本上最主要要斟酌的是 健康和Good Order 安全也不太关系 好了 你看到有健康这个字 是否觉得早告役在澳洲 由于他没有打疫苗 所以会引发一个对澳洲的公共健康 有问题呢? 原来是完全不关系这件事的 为什么呢? 好了 澳洲政府或者移民局的局长 是承认了 其实呢 早告役既然他早几个星期才阳性过 然后他又已经阴性了 虽然他没有打疫苗 但是应该对澳洲的公共健康 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不是ZERO 但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早告役在澳洲逗留 会为澳洲国家的健康 或者公共健康带来危害呢? 原来这个移民局局长的理解 就是这样的 因为早告役本身是他打疫苗 大家都知道 由于他似乎是一个鲜明 反疫苗的立场 他留在澳洲 会引起更多人去反对疫苗 甚至会鼓励人去拒打疫苗 甚至不遵守有关 2019冠状病毒的限制措施 所以不是 政府的说法 不是祖高役自己本人入境澳洲 他本人会去所谓的播毒 传染给人 是吧 而是因为他的存在 会激起反疫苗的情绪 更加高涨 从而令人拒打疫苗 令到澳洲的居民 更加不愿意遵守有关的限制措施 所以就会令到病毒 可能会散播得更加快 令到医疗系统更加不升 是这件事出现的 所以这件事很关键的 就是不是指 因为一个没有打疫苗的网球手 进来很容易染病 然后再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不是这件事 而是他本身 作为一个知名 对疫苗很有质疑的人 他在澳洲逗留 会为澳洲的反疫苗运动 或者反疫苗的情绪 带来什么后果呢 而他这样去理解 他对澳洲这个国家的公共健康 带来可能的危害 这是澳洲政府 就是移民局局长的说法 好了 刚才说过 其实除了健康的因素之外 还有good order good order 暂且翻译做两好秩序秩序 秩序颜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好了 那移民局局长有什么说法呢 他就说 你要好好实践 政府有关控制 这次疫症的种种措施 那才是秩序颜 那才是良好秩序 这次疫症的 就是说 如果早高域的存在 引起人们拒打疫苗 甚至不遵守 有关的防疫秩序 防疫政策的话 这个就令澳洲社区 没有了一个秩序 早高域的存在 会引发游行 抗疫 而游行的抗疫 又可能会带来 这个社区传播病毒的风险 也可能会令到不同阵营 不同意见的人 有不同的行动 会对立 会有不和 对公众秩序 可能引发干扰 也可能会出现的 这就是他的说法 简单来说 既然早高域在澳洲逗留 可能会对公共健康 带来不利的影响 又可能会令到公共秩序 或者良好秩序 带来不良的影响 所以早高域留在澳洲 就对当地的公众利益 是没有好处 所以就要取消他的签证 那这个就是澳洲政府的理据 好了 那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我就会说 这件事其实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如果你是 第一我不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如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话 其实你看到这个说法 其实可能你会觉得很恐怖 为什么很恐怖呢 你想想 现在澳洲政府去取消早高域的签证 不是因为他进来澳洲会有所谓的波动 不是因为他觉得 不是因为政府觉得 早高域进来澳洲就是搞事的 要侵犯澳洲国家安全 他不是进来声援反疫苗的运动 他进来是争取 为免澳洲舞球公开赛的栏丹冠军 这个是他入境的主要目的 甚至你可以说这个根本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需要去入境澳洲 来到去履行他作为一个世界顶尖职劫 网球手的任务 的责任 但是现在说的是如果他作为一个反疫苗 或者质疑疫苗的人进来会带来的社会后果 就可以这样来取消他的签证呢 其实是挺奇怪的 因为你不是建基于他进来的行动 不是建基于他进来的行动 甚至其实不是建基于他的政见 甚至不是建基于他本身的一个政治立场 而是建基于他进来的话 会令到社会的人有什么反响 对社会的人有什么影响 而取消他的签证 这件事 为什么我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 因为自由主义就是强调 你有言论自由 有信仰自由 有你表达你政见的自由 那很多时候 譬如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香港特区政府 他有时不让别人入境 那么西方政府都会 骂叉批评 或者谴责你中国政府 或者特区政府 大概就是说你不可以基于别人的政见 而不让别人入境 如此类 但是现在早告日这件事就是 近来对中国其中一个最强硬的西方政府 澳洲政府 以一个人入境 可能会为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而不让他入境 那么我真的想知道这件事就是说 由于这个澳洲政府 就说他都会外交抵制 北京和张家口的东国奥运会 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说 某一个运动员 他在外国 发表过支持外交抵制 东国奥运会的言论 然后不让他入境参赛 也不是说中国政府会这样做 我只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这样做 然后澳洲政府还有没有任何底气 有任何资格来说 中国政府如果去做那个行为是 侵犯人自由还是侵犯人权呢 我这样说不代表我认同早告日那种立场 我自己打了三针 第三针还要是由这个研究员去随机来决定 我打这个科兴还是复必泰的 我肯定是这个支持这个打针的人 但是我只是想说 就是自由主义这一套 说这个个人自由主义至上的一套原则 似乎在我们今时今日的社会状态 尤其是在一个疫情底下的社会状态 似乎你看到很难完善地运作 不代表他以前完善地运作到 这个是假的 但是我没有时间在这个这么短的影片那里说这么多了 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原则 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社会 在我们人类社会 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可以圆满地实践到呢 是吧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说 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 任何的地方他要有序地运作 可能某一些比较偏锋或者某一些比较异端的行为 或者说法就是要不让他出现 而不让他壮大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以一个怎么样的客观的社会环境 才可以令到社会更加可以多元一点 容纳到更加的异性呢 在一个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再去有这个包容呢 那如果是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 不可以有这个包容 那如果是国家安全的话 那我们又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 所以如果只是说自由 而不去说你自由里面的内涵 或者你只是说政见上面的自由 而不是说你的政见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有没有很大意义呢 这里扯得太远了 但是我猜大家要想一下就是这一样的 就是其实自由主义那套原则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容易实践到呢 在我们的人类文明里面 事实上这件事不是只是我想的 尤其是记住 我不是特别是同情组高预的 因为我是肥大拉球迷 我很不想他破肥大拉那个蓝丹 大满贯的数字的记录 就是刚刚我也看到这个澳洲的这个 律师联盟 澳洲联盟 在这个今次法庭的司法复合 判了做高预败数之后呢 就出了这个声明 其实他的看法跟我这么长下 不过他就很明显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场 就是我刚刚强调了我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不对 就是说 其实这个案例就是 有一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先例来的 因为他的理据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 你是用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理据来去取消他的签证 其实我这过几两个礼拜 见到那些人说早就这件事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 那些人这么关心做高预败 是否可以遗免的 除非你本身是一个猛求爱好者 又或者我这样犹豫大满球迷 我很不想他遗免 我很关心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更加和自由或者权利的东西 是更加值得关心的 我在其他地方都写过相关的东西 尤其是之前早高预被拘留在那间酒店 那间拘留那间酒店 基本上就是平时用来拘留什么人 就是那些在澳洲那里的寻求庇护者和那些难民的 甚至有一个在伊朗去到澳洲的难民 已经失去了自由九年了 在早高预住那间酒店里面 一直都出不了 虽然他已经被因别了难民之间 所以其实澳洲有关出入境管制的相关条例 一向都很被一些自由派救病 所以刚才所说的澳洲律师联盟 早两天澳洲政府决定最后一次取消 早高预签证的时候 已经出了另一份声明 就说这件事情 他们的想法和我差不多的 不是特别是同城早高预 而是整件事反映了 政府或者移民局局长 移民部的部长 是太大随意的权力 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入境 或者入不了境 而且你要记住 虽然今次早高预是可以私立复合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人 都不会像早高预那么有钱 搞上诉搞司法复合 大家要记住 已经有两个参加澳网的人员 在早高预当初被取消签证之后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打赢了 被递解出境 被取消签证 而他们虽然是周游列局的职业网球手 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 或者那个资源 来去上诉 或者搞司法复合 所以这件事我想说的东西 就是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是否消化得到 有些复杂 听不明白 不要紧要 多数次 应该总会明白多一点 是很少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都是赞好这条片 subscribe这个频道 去到Facebook那里 follow运动公社的平台 好了 那究竟没有了早高预 这个蓝丹哪个赢呢 应该未来这两个礼拜 除了非洲国家会哪个赢之外 最紧张的都是这个 武装网球公开赛 拜拜